今天是5月20日 是國內三大情人節 我經常調轉是36平方米 100萬元 廣州差不多就是這個價格 好像這個價格 再來這個價格還交關 16萬百元 還高層送天台 還要三房兩廳 大氧化對面 大氧化對面 超市大氧化就是一個超市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清遠城區 今晚我們住在這個酒店 以前我經常住 這幾年今次是第一次 我們有駕駛車來 有駕駛車的好處 給大家看看 有駕駛車的好處 我們就好像搬家一樣 手提電腦 水也買兩支 一支不夠 包括剛才買的水果 枕頭 駕駛車 西瓜 電子產品 全部都帶上去 而且還未計算我們兩個 舒巴 去深圳三個都沒有 三個都沒有戴 真是 真可憐 戴多一件衣服又重 看看多少錢 我也忘了多少錢 我今晚的房間是282元 如果再早點訂 早了價是會再便宜一點的 不過考慮到我們要來到這裡 看看是不是老城區 停車各種方便才行的 所以過來才訂 貴了一點 還有有飲品 這是薰衣草茶 這是薰衣草茶 好了 我們上房間 這就是我們的房間 又比想像中大 但最重要是有雪櫃 首先它有一個落地玻璃 是看到外邊的街道景色的 我非常喜歡這一點 還有它是有窗的 雖然你的窗不可能打開 有危險那種 但有窗 通氣更好 至於我們最期待的雪櫃 就是這個位置 因為天然是很難 上面還有薯片和汽水 然後這裡還說浪漫520 對呀 今天是5月20日 是國內三大情人節 之一再換個角度看看房間 是否比我們上次去到 珠海的大海多 當然那裏是珠海 不能這樣相提並論 這裏只不過是清遠 但辦公桌一樣有 你看這盞燈 是否很現代化 與上次的珠海 確實有一點而差別 當然電視機各種都有 另外還有它們的床是很舒服 很期待 至於我們喜歡選酒店 不喜歡住民宿 就有這個原因 因為它們是有拖鞋的 民宿只有交拖鞋 給它拉 至於這裏也是洗手間 洗澡這個位置夠大 而且地下不覺得會有水積那種 不會是那種匆匆搞定酒 這亦值得給它拉 但我上兩次曾經住過酒店 下面是有水積的 甚至乎包括洗手池 都是專門定制 它們像不像一部船 至於這些刷牙 牙刷這些就不一一細說了 還有它們的洗手液 是很香的 有香薰味的 至於老婆在嘗試 好像將西瓜放進冰箱 水放不到 西瓜可以 你知不知道大笨象如何放進冰箱 切開它便可以 吸收了 我們的器材正在充電 這裏就要給它拉 大家看看這裏 我們通常去酒店 當你一拔個房卡出來時 整間房間會沒有電 這裏是不會的 它們會有一個不間團電源 就算離開房間時 都可以幫你的手提電話 又或者無人機 影相機充電 是否挺好呢 好了 Room Tour 基本上就和大家介紹完了 接下來我們當然先休息一下 現在外面很熱 兩點半 大概等到四點多鐘左右 或者五點鐘左右 我們便會出去 去過大排檔吃飯 然後再來 剛才我們在路上開車過來 試試看見上邊的新屋 我現在說的是新屋 那些樓價 低至四字頭都有 即是4999元 你當它是5000元 那麼交關 不知道等人有沒有機會 帶大家去看看 Hello 現在 États Joy 現在差不多六點 我們加入市中心 我們居住這裏ain 是清遠的河南 這裏邊居住河北 今晚應該會食粥 或炒米粉 簡單單單人 走進南門夜市 下车这段时间 发现这附近有很多食物 刚才看到有乳鸡 前面也是吃饭的 吃茶河鲜的 在这里一步之鸟出去 已经是北岗边 一甲胜九鸡 这里已经有几档吃乳鸡 清远第一甲 热闹 这里又有吃饭的 飞蛇好汤 对面又有吃鱼 不过还没开门 前面还有一间小艇 又有一间好汤 这条街多东西 不像我们上次去到 不像我们上次去到开瓶 开瓶时很难吃 我们继续在这条路走 如果找不到好东西 我们回去吃鱼鸡 当地街坊市民已经吃了这么多年 应该是挺好的 来到这段时间 发现清远这条停车真是方便 除了刚才在江边以外 基本上你喜欢怎么停都可以 就像这些 就是基本上这样了 一个很安静的社区 每次在我小时候住 里面停车又方便 又有一些 街坊市民在打羽毛球 有些发囊 再来 大家看看这里 原来来清远城区 他们都有家装电梯 这里就叫石丝小区 天色越来越暗 我们才看地图 发现原来 那个步行街 来到很近 我们通常拍摄都是这样的 其实真的没有 预先想到哪里吃的 既然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去步行街 那里走一走 老婆问我 这里是否老城区 我解释不知道 不过你看看上边的树 再看看后边的屋 后边的屋就像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落成那些 家里面有防盗网 是吧 又有树 那些树又不算 我们回到老城区广州 我说那些这么夸张的 但是最起码有了 终于让我们发现 一个地产中介铺 地点就不知道了 先看看这些劲名 时代倾城 六十平方 六十万差不多 一百平方米 这个时代倾城 右边这个城市花园 又是六十多平方米 差不多一百 六十多万差不多 一百平方米 再来 这个玄光路 广州有玄光路 一百平方 这些一听的名字 知道老城区 全光景 几千 三十六万 真是经常看了一圆 我经常想着 是的 我经常调转了 三十六平方米 一百万 广州差不多就是这个价 就像这个 好了 我问清楚了 新的那些是五千 那些是屋苑 很厉害的那些 在我后面这些 他们叫做 暴梯旧楼 没有电梯的 没有家装电梯的 三四千元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我真是啰嗦 再说一次 我刚才看的时候 我想说三十平方米 一百万 我看好像不太对 明明人写着三十万 调转了 比如这里又有 大观小学 看清楚一点才说 三十八万八千 一百一十平方米 哪里二十几万 每二十几万 对啊 西门堂 简装步梯 二十八万 八十五平方米 对不对 二字头而已 超过五十万 没有一间超过五十万 对啊 下面有一个七十八 五十五 僅此而异 清远更便宜 你来清远住 还有一个事情是这样的 他们这里就不同 我们珠江 珠江其实基本上 你不会考虑到发大水 这件事的 就是洪灾 但是这里是有可能会有 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经过 看到他们有一些牌 还指示着 如果发洪水 你要如何逃走 逃生路线 对面这个厉害 但是又是腸粉 好不好呢 观众已经叫闷了 这个有什么 丸仔翅 深夜腸粉 石磨精 会不会是潮汕菜呢 有个观众又说 喂 这不是投资好顺 我买几间来收租 来和大家看看租款 首先下面这些 大家看看这个 六十五平方米 六百元一个月 旁边这个丽敬軒的名字 应该挺厉害的 看样子 我那张照片不同 一千二百元一个月 我算是三千元一平方 即是说你要三个月 你才能收到的月租 才能买到一个平方 是吧 三八月二十四 二十四乘二十二 即是二十年 大概 还不算通胀 什么都不算折旧 你才能收到你买这家屋的钱 大概就是这样 再来这个还交关 十六万八 还高层送天台 还要三房两厅 大润发对面 大润发对面 超市 大润发就是一个超市 这个终于有一个贵少少 五十万 实用一百二十平方米 四房两厅两位 江边低层二楼 双阳台 即是大平层 整层都是你的 但为了四十八万 怎会双大平层 不知 很难理解 面前这些三千元一平方米 一走出去 已经是江边 由于下雨 我们进来这里 饿着吃晚餐 有多过瘾 看看有什么吃 招牌农衣角粉 我们会叫一份 招牌农衣角粉 我真是不懂 蚵杂汤丸仔池 都是不知是什么 蚵杂汤刀切池 都是不知是什么 不要再说些不知是什么 我们会叫一份 毛巾竹蟀水 竹蟀马蹄毛巾水 清热好 还有炸薯条就不要叫了 还有什么 酥渣蒜蓉鸡翅煎过瘾 甚至乎有件 上面香煎蜜豆池都可以考虑 然后这里是超级小的店铺 但原来都很受年轻人欢迎的 真是很生意 还要自己写 粉葛 粉葛 好 我刚才看了葛粉 人不认识 真是不认识 还有竹蟀马蹄 这个好 这个清热 尤其现在天气热了 这个 你们是否想吃这个 这个 这个 蜜豆池 蜜豆池 还有什么 蚵汤 蚵汤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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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写这个 这个是炸的 煎的 煎的 蚵汤不吃 蚵汤不吃 好吗 还是另外一个 我们的食物到了 这个就是粉葛 招牌龙姨粉葛 13元 有多少 1 2 3 4 5 6 6块 还有一碟 酱汁 别看我坐得这么有型 其实要搭桌才吃 这两位傲人给我们坐 所以少点自拍 真的要试一下 我刚才看见人来吃 外皮很薄很容易脆 裂开 要很小心才不会搅拌 盐包 盐包 很容易就会散 所以老板就给我们碟子 老婆一块子供好 她打算整个质 当然不可以 她试什么呢 试我们去便利店买日式饭团 但形状似 其实根本不是那一回事 看看里面有什么馅料 有这个我猜是沙角 有玉碎 有楼白丝 还有这个我猜是豆角还是青椒 不知 我吃了一口 有虾米味 我吃得出 没错 有虾米 一定要用这个碟子装置 不然 无论快饰 多出神又快 都是会散的 没可能散的 好吃 酒楼 是吗 什么 酒楼有这些吃的吗 是什么 先说一下味道 有少少咸 这个正确是沙角 里面不黏口 没有什么醬汁 我猜是配料全部做好了 再现整这些粉 爆起它 里面的馅料够新鲜 这个不重点 重点是我们常在广州吃惯 腸粉的人都觉得这些皮 是的 它又没有布拉肠 那种很容易黏着的 实话实说是挺容易散的 我先试试蘸汁 第二口吃到有点辣度 接着这个炸菜又来 这个叫什么名字 这个叫做 香煎麦豆翅 10元鸡麦豆 这个酱汁真的吃不出什么 有少少蒜蓉 有少少辣 对 至于老婆正在试这个 等她试了才会哭 有趣的 我先等马蹄竹蔗水上去 因为那些叶皮 我们中午才吃炸鸡肉 茅根竹蔗水 已经到了 冬的 对 很棒 这个好 你先喝一口 我想不到这里还有陈村粉 而且地方真的有点不浅质 哇 今天天气真是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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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港十几元 一样有 一样有 咸的 真是咸的 里面 什么咸 我又忘了 麦豆 其实是豆 豆的一种 外皮是脆的 有些花生糠的 不算很多油 我们吃饱饱了 挺好的 很有当地特色 即使我们作为游客也好 都不觉得难吃 总共给了三十九元 好吃 再来就是这种 你要下雨天 匆匆忙忙找 才能找到的餐厅 五、六十五 然后 然后 其实我们过来之前 都做了功课 比如说 我找了一间叫又一粥的 我们吃完饭之后 才知道原来 原来我最初找的那间店 就在这里 真是巧合 刚才因为要搭桌 我们跟对面的歌技 不要叫人家叔叔 谈了很久 我们搭了两次 是 他就说了很多故事给我们听 关于刚才那两种食物 第一个就叫做鸭肉池 是吧 暂且这么叫 鸵杂 鸵杂 它是有汤的 像我们的蜡粉 你就当像我们的蜡粉 我们没有点到 我们没有点到 然后他就说是这样的 当时过年 过年 平时没有好东西吃的 过年才有好东西吃的 刚才说到哪里 过年 过年才可以吃的 那他们是怎样呢 通常一年 过年的时候 就会煮大餐 一早就开始准备 随直夜 那一餐饭 然后 你又要汤鵝 汤鵝就会有鸵杂 在那年代 五六十年代 没有好东西吃 你难道吊了它是傻的吗 现在都没有吊了 他们就会拿下篮出来 比如说鸵杂 鸵腸 来煮粉 然后你团年饭 是晚上吃的 有时候中午 中午的时候 就煮汤丸 他们用咸汤丸 是的 他们用咸汤丸 汤丸是没有馅的 汤丸是中午一向没有馅的 有些有馅的 是 再来我们吃那个叫做蜜豆 对面那个歌技就说 又叫春豆 应该是这样听 我应该没听错 冬天才有出产的 他们小时候 里面要加花生 芝麻 包着更香 但是最好的办法 因为我们刚才是用炸的 最好的办法是用煎 慢慢煎香 更好吃 吃了几十年 他说大概五六十年代才吃 还有一样东西 那个池 又是 哪个池 包那个 角粉 粉角 粉角 粉角又是特色东西 又是特色东西 我们连亲都是特色东西 真是幸运 还有这里很可爱 刚才我们坐下 就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跟我们的女儿 带我们的女儿小小的那种 后来 走完 又换了一批 又是老街坊 又跟我们的老街坊 又带我们的小小的那种 很搞笑 对啊 对面很漂亮 废话少说了 接下来 我们就往步行街的方向走过去 这里就是他们 清远 应该是拍拖性地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坐在这里 搭台第一批那批情侣 我们刚刚在这里走 又遇到他们了 他们就来这儿 海平边吹江峰 是啊 我们就来到南门街 就是步行街开始的地方 但问题又下起无无小雨 可能等多一阵 因为现在仍然是7.3个字 坐坐休息一下 再进步行街 等了一阵之后 又发现了 在这里附近 很多年轻人的玩意 我猜会不会是他们 有很多学校在这里 因为看样子 他们不是来做工的人 只是来读书的人 但又不像是当地的同学生 所以我就说 会不会是来这附近 大尊院校 分校 读书 那些 朱三角的同学生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里了 南门街 历史文化街区 刚才我说过 这里是步行街 其实这里不算一个步行街 车是可以进入的 但两边都 大家看到 布置得 装饰得这么漂亮 究竟跟我们 以前好热闹的上下载 又或者现在天河城 有什么不同呢 又或者跟之前 曾经去过的深圳 那些东门 又有什么不同呢 走走走就知道 这里有一间吃粥的 粥顶基 20年老店 如果刚才我们 没有在那里吃到 那么漂亮的池 可能就会来看见吃这个 粥顶基 跟我们上下载差不多 都是卖15元件 还有这些是39元件 有漂亮的 然后这边就卖鞋 基本上就是这样 或者走到后边 会刺激点 热闹点 还是刚才我们在路上 遇到的那些年轻人 只是为了去那个咖啡店 不得而知 我们经过这里 还看到这个酒店 都市之家时尚酒店 单人房99元 商人房118元 不得而知 刚才我们那些 是国内很出名的牌子 这个我就未听过了 我们就决定跟着那些年轻人 应该是有东西玩的 应该有东西 可能真的因为下雨的原因 所以真的没有什么人 这里已经有阻单路了 按道理应该是一个 很容易闹的地方 当时我们继续走 虽然人少一点 但是我们来到这段时间的感觉 我相信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 都看到了 很多年轻人 有年轻人的城市 才有活力的 全部都好像 据一个例子 就像广州那样 这几个月好一点 之前是老龄化 很严重的一个城市 广州是 很多年轻人 愿意留在本地发展 看这些购物商场 就知道了 楼价又便宜 不像我们去到某些地方 大陆 不要说不生小孩 学校都没有了 几百万 而这里的楼价 你是可以三十万都有交易的 在广州 是想你都没花钱 想的 我们来到暴行街 应该算是 热闹的 我其实早上来过 当时 真的是冷冷清清四个字 当然 那时是疫情 这里有个大商场 深深有个大商场行 对面是金舖 我们判别的地方 这些牌子 不是那些 孖生兄弟 对面有周大福 又有手提电话报导 这里原来就是大门鼎鼎的 先锋中路 时间不同 不能这样说 同样都是下雨 我感觉上更热闹过 去到深圳那个 深圳那个都没够这个月 我觉得真是 是 老婆猛攻卫热闹过 上下酒那个就顶了 这边不够多人 前边排队准备过贸路 现在大佬要下雨 担借了 我们由于下雨 所以又只来 交入商场行 看看有什么行 刚才看到那个 绿色化妆品 是的 多人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因为今天是5月20 所以他们出来拍拖 不过就算不是5月20 他们每个星期都出来拍拖 是的 有这么多人 就是可以的 是的 有这样的人流 这里19万有的家屋 是的 19万 平时我们在广州吃的 该有的都有的 是不是 牌子不同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化妆品也有 老实说 什么天环广场那些 一年我拍的东西 有时候去 不然三年去不了一次 他又五年去不了一次 其实是一样的 最重要是就脚 有这些卖点心的 那些芝士蛋糕 后面卖衣服 挺好的 以前都要卖点 今天这些花好卖 这些都要25元 是吧 25元 13元 13元那些还没卖完 是的 还要13元 可能是这一种 这一种 下边也未必有 25元 是上面多款式一点的 这个店铺是自助的 你购买那个码 你就可以拿走 靠自助的 是的 自助 可能海外观众都不知道 五二零 究竟是什么 今天是五月二十号 在普通话里面 就是我爱你 就是我爱你 就是这样 我又教了大家一句普通话 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赞 我呢 这边还热闹 又有咖啡店 对面有个笑面 可能是吃东西吧 我猜 这边又有 卖雪糕 这边还有两个 卖体育运动牌子 还有清远市民 一定很喜欢喝咖啡 大家看看 坐到满了 而且大家要知道 其实这个半户外 是没有冷气的 这边亦是如此 看来他们很喜欢喝咖啡 还有很多人在买彩票 哇 上面厉害 那些人在看什么 我们上去看看 好了 我们上来看看 这里究竟是玩什么 很热闹的 很多人都看着那个方向 有只红猫 有个人唱歌 我真的不太明白 我们的年纪太大了 理解不了 过去就知道 过去看看 哦 原来是这里 这里我看到有个键盘 即是鋼琴 我猜也会有人准备唱歌吧 他们在等着唱歌 然后拿着熒光棒 应该就是了 哦 那些熒光棒是大会派的 这里有个美女在派着熒光棒 但是现在商场的音乐是播放在牵肃的歌 真的难以理解 好了 我证实了 是有人表演的 那个歌手在等着 我看到他在舞台旁边 坐着和主持 美女主持在 在对着熒光 是有的 但是我们不看了 因为外面好像已经停雨了 我们也是时候要回酒店了 现在的时间是差不多八点 大家看看这个多人排队吃东西的 我认为真的好过去到白云区的一些商场 那你说和深圳那些大商场 天河城 天环广场比比 那你是不实际的 和差不多级级的 这里确实人流是比较旺的 商场真的够大 但是我们打算走 兜兜转转 行了很多路 都还没出到 而且他们挺好的 挺好的 有凳子安排 但是这些都次要 最重要是大家看看前面 中国福利彩票的字 刚才我们经过一个 又是超级多人的 两间 方便你 方便你可以献爱心 对啊 现在在献爱心 那这间这里 有一部之遥 可以出去户外的 就是这里 我们走户外 一趟现在不用担扫 在疫情的时候 我记得 我都买过一次 这些彩票 是的 当时我买了20元 那当然是不中 接着我老婆笑我 她说你买奶茶喝的 买汽水喝 不是啊 还有雨 沿着骑楼走 一路走 来到门口才发现 不行 租是不行的 我们上去超市走一步 又看看这些超市的特价 什么呀 对啊 山华里 8万元 7.98元 猪肉 11元 不用了 猪肉是反映 当地物价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猪肉 你怀山可以不用吃的 多便宜都没有用 猪肉就是 猪肉就是 和CPI关 所以我们上来了 有没有东西买 就走过才知道 也都是看看物价 这些 这些 八宝竹 3.5元 2.9元 都有 有人买西洋水分 我想买 濕纸巾 是的 海菲斯69元 海菲斯69元 都可以 我买过 上网买的 也要65元 但是上网买的 哇 这些更厉害 69.9元 他们真的很喜欢 卖 卖洗髮水 46.09元 花工产品 赚钱 有道理 你运不深的 不会帮你 是的 摆在这里 别人 厂家都买不到这个贵位 对不对 我说明 是做花工利用率高 对不对 花工一向都高 很难得的 看这件 有五元 有着巢 然后价钱是这样的 第二件 半价相当于 2.8亿件 那个什么港冰厂 但是 那品牌就没有拿到 就拿回自己的品牌 但是那些产品都是一样的 港冰厂 港冰厂 就是有这个不同 感觉上这个拿上手 好像比较小 这个是生产五阳的 但是没有要到品牌 可能那些不知什么关系 还是写着巢的 后来就怕 五阳这个品牌没有了 所以本地的企业就收购了 幸好 现在两个牌子都有 这个 现在是 至于这个 不是我拿上手 都是 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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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行出版 不是现党出版 拿回品牌 所以现在就出回五阳 就是这样 但是生产机是内蒙古 乌兰擦布 反正就是 这是 让我们还发现 这个是经典 买不买过 不如买过吧 这个是小时候的 牛奶味雪糕 一个够了 就不要吃了 刚才就吃了 好了 以前小时候就是这个包装 我们再细看看 这个是 开发驱造的 广州本地生产的 反而 但是 这个品牌被人拿 就不要五阳的品牌 就变成了这个牌子 小时候的味道就是这样 真的一模一样 那张纸才像 我记得以前最初 就是这种味道 后来就开始多了香芋味 跟着椰子味 哈密瓜味 朱古力味 后面那些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 又有 那些叫什么 羊枝甘露味 那些是后期的事情 我还记得以前 冰淇淋的部分是好吃的 但是 下面的蛋桶 是很软的 有些放得久 还会软一点 现在因为 雀巢做了之后 他们引入了新技术 下面的蛋桶 这部分 就不会很软 他们是丰衡的 推出了五阳牌 所以他们为了 打进来之后 推出一些很经典的包装 我们小时候的包装 让你以为 穿头收购到五阳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其实 风行又拿回品牌来做 所以现在就五阳 等于有两个厂在做 你可以这样理解 好了 今天的影片 亦是时候要结束的了 明天我们的早餐 会留在清远吃的 可能简单单单 在楼下的店铺 吃过面 就算了 腸粉 真的不好吃 每天吃腸粉 然后下一站 我们有计划去花刀 有计划去其他地方 到时再算 看天气 看看我们的身体情况 各种 下集见 拜拜